与其互相猜疑不如坦诚相告 面对东华帝君饶有兴致的发问 凤九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然后坐在东华身边 道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醋吃的有些莫名其妙 可一想到你曾多次为他疗伤悉心照顾他 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 大概这就是你说的吃醋吧 热光照在凤九的脸上 他原本就长长的睫毛使得他眼下有了一片阴影 配合着方才说的那番话 好像他从来没见过的东华帝君为姬恒公主疗伤的情形 都生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眼前似的 一时之间凤九的心情又低落了三分 东华帝君轻轻握着凤九的手 虽然凤九的法术恢复了 可东华帝君总是不放心 在那不经意之间用法术给凤九暖着双手 好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温暖一些 再温暖一些 九儿 你方才说的话 有几处错误 东华帝君的脸上并没有调笑的意思 有些严肃 凤九抬头 一双眼睛中有些不解 什么错误 东华帝君道 首先 我并没有多次为他疗伤 大约只是几年一次吧 自从给了他疗愈的方子 便已经很久没去过了 最近不知魔族有什么心思 突然他的身子又多病了起来 其次 若说细心照顾 我想 比起对你这只小狐狸来说 我的照顾才算是悉心照顾 毕竟你这小东西在千百年前就频频出差错 害得我总是为你悬着一颗心 东华帝君的画在静谧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 凤九借着月光的青灰看着眼前 这位令四海八荒神仙简直都要跪下 行李的洪荒村神脑海中瞬间涌现了从前的许多画面 初见东华 酒醉偷偷亲他 索妖塔他的即使出现 成天台上他的寒情默默他动容了 月亮偷偷了移到了两人的身后 将两个漂亮神仙的影子投射到了沉浸的地面上 地面上的两个影子粘在了一起 珠木树叶互相抚摸着彼此 在精密的月夜之中发出沙沙声响 我想把南风带回去 凤九福在东华帝君怀中说着这句话 他并不知道南风是文昌帝君 东华帝君懒着凤九 道 人各有命 一切都是天意 久而你应该明白的 东华帝君是想此番将凤九带回去 既然是帮助文昌帝君历劫 那即便是凤九回到神族 也是可以继续帮助文昌历劫的 就像当年白浅受扫薪所托下凡帮助原真历劫那般 凤九怎会不明白人各有名这句话呢 只是在心里他还有很多美好期许 但作为神仙 他也明白 天意难为 仅仅是他和东华帝君这般强扭来的缘分 也让他们各自吃尽苦头 神仙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南风这种凡人了 凤九不再辩驳 不知过了多久 凤九看着空荡荡的院落 道 哲言和我小叔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东华帝君不动声色挑了挑眉 道 他们本就不该来 凤九正要问 却听见哲言的声音 帝君啊 你如此说可真叫我们伤心啊 说话间 三人已经出现 凤九瞧了一眼 莫冤上神有些搞不懂 今日的莫冤上神总有种说不出的不悦 可又不知为何 作为这样的神仙 他应该没什么想不明白的 可今日的状态 来不及想其他 凤九瞧见了白真上神 立刻蹦蹦跳跳起来 跑到白真上神面前一把抱住他的胳膊 白真上神道 不装了 凤九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东华帝君 道 不敢装了 白真上神一笑 道 总算有人治你了 众人笑了起来 唯独默认上神望着天上的月亮 没有表情 凤九 跟我们一起回去 白真上神看着凤九问道 凤九想了想 看了一眼东华帝君 又看看哲言和他小叔 道 我再等几天吧 此次你们一来 我再骤然消失 南风他凤九不知该如何向南风交代 心里也有些许的不舍 毕竟相处了这么久 且出入寒荒国时承蒙南风相救 否则以自己当初的法术先则 恐怕早就冻死在了寒荒国了 哲言眉毛一挑 道 也好也好 如此离开也的确不太礼貌 那 这次咱们先回 你过几日自己回来 凤九点点头 天色渐渐明亮 哲言催促着一脸不悦的东华帝君 凤九有些不舍 但想想几天后自己就回去了 也就没有多想 南风醒来的时候 明明乎乎瞧见一个人坐在他床边 南风努力睁开眼镜 仔细一看竟是凤九拖着塞正看着他 本着男女受受不轻的原则 南风在雀缘是凤九之后 一个机领坐了起来 然后捂着自己的棉被 道 凤九 你在座里做什么 凤九瞧着南风这反应 一下子被斗地笑出了声 道 你这个反应是做什么 我又不会把你怎么样 寒荒国内女子不多 但尽管如此 这里的明风相比青秋来说 到底是保守了许多 因此南风脑袋中的规矩教条倒是不少 听见凤九如此说 南风立刻露出初次救下凤九时的表情 道 你这姑娘家家怎么如此轻浮 轻浮 凤九活了这几万年 倒是从来没有人说过她轻浮 不仅如此 她小说和哲人还总说 她的心思颇有些少年老成的意思 因此对于轻浮这个说法 凤九很是不了解 什么是轻浮 凤九有些疑惑地看着南风 丝毫没有要回去或者要回避的意思 南风往床榻的最里面挪了挪 依旧捂着棉被道 轻浮 轻浮就是 比如此刻 你我二人 孤男寡女的时候 你就应该回避 南风看着凤九 希望她能瞬间领悟她的意思 可是很显然 凤九并没有领悟她真正的意思 反而点点头 道 原来 轻浮就是不回避 那我懂了 凤九说完 笑眯眯地看着南风 仿佛是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在等待着对方的表扬似的 南风道 你懂了 你怎么还不回避 凤九不解道 可是我并没有打算要不轻浮啊 南风瞬间无语 这是她第一次在醒来之后 与凤九独处 这个女子 真是不一般呢 久仲天上 老天君对于魔族最近的忙碌 显得有些满意 虽然她也知道 这都是因为帝君一心为了 青秋女君白凤九出气才导致的 但这充分说明 帝君一旦出手 四海八荒之内各族还是非常忌惮的 太成功中 连颂今日阴阳怪气地站在那里 看着东华帝君坐在坐踏上 看着瓶中心者的桃花 东华帝君不作声 只是看着瓶中桃花 连颂半天忍不住 道 帝君啊 如今你的心上人在陪着别人历劫 你倒是在此处坐得安稳 东华帝君回头看着连颂 道 想了半天 就只能说这么一句吗 连颂被对得哑口无言 他不敢再往下说 准确地讲 他已经能猜想到自己若是在继续说什么之后 东华帝君口中等待他的话了 正所谓实施物者为俊杰 连颂可不是一般神仙 昆仑虚 今日的夜色一如那日在寒荒国 不同的是 今日的昆仑虚下起了血 哲言坐在长戏一边看着墨渊上神在哪里弹琴 他喝着酒 扭着头看着墨渊 今日墨渊上神辅的 仍是那首凤求皇 都说青秋的白浅上神与法术修为上是天分颇高 可在儿女之情上 却是最大条 最不通 可是墨渊上神却知道 他的小时期 董英律 也辅得一手好情 那一晚 昆仑虚一如今夜 飘着雪花 他那一晚辅着凤求皇 可他的小时期满心牵挂着 去凡间历解的他的包地夜花 一切都过去了 那天在寒荒国 冰天雪地让墨渊上神莫名想到了那日的情形 从那日在寒荒国回来之后 他便有些郁郁寡欢的模样 哲言看着墨渊如此 想了半天 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墨渊啊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墨渊上神平静地看着哲言 道 想多了 哲言起身 看着墨渊上神半天 吐出一句 如今倒是真的想多了 很多时候 我们想的太多 却又做得太少 总觉得未来还未来 以后有很多以后 以至于最后终究是错过 凡人如此 神仙也如此 可以终究是怎么看着墨渊上神 人是否 不停地看着墨渊上神